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创造营第二次公演震撼播出,周深语言天赋有多强 现场六国语言无缝切换,宁静一脸羡慕懵逼 上周创造营第二次公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十个舞台,除了联盟那一组比较拉垮外 其他组都各有各的好 今天我们就来唠唠创造营二宫比较有意思的舞台 比起一众的大杂烩,二宫分为了声乐舞蹈原创三个方向 转越对口更能凸显选手自身的优势 为了出彩,肯定要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 可以想象这十个舞台有多好看了 刚开始就惊到我了,周深一个人唱跳创四主题曲 六国语言无缝切换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变得高级很多 周深这是一个人唱了一个团的节奏 元气又甜美 而且舞蹈只花了四五天学习 讹厂给周老师开个撑腰通道吧 这妥妥的C位啊 第一组是舞蹈专业的Bleep 这一组真的是又野又眠 还没真瞬间从大家闺秀变成猛男 一个凄降的动作让人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不过这组最耀眼的我觉得还是张欣饶 以前都没怎么注意到他 这次表演的风格真的太适合他了 又脾又帅 第二组是声乐专业的Lemon 这组本来我是特别细带的 可是现实让我啪啪打脸 这到底唱的是个啥呀 看看台下导师那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八爷的歌果然不是谁都能唱的 这组唱的太温柔了 没能唱出这首歌绝望中带着希望的味道 听得我是昏昏欲睡 这个版权买下来算是浪费了 甚至还没觉得点评比唱歌还有意思 第三组是舞蹈专业的《换身孤岛的精》 这组舞台太有感染力了 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是谁先下凡跳舞吗 看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字 美 蓝色系太好看了 整体就像一副水墨画一样 刘宇身上本来就有一种破碎的美感 舞蹈配上周深的歌 像是在讲故事 太有代入感了 第四组是舞蹈专业的爱情鸟 这组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爱情鸟在初选的时候 想选的人就不多 因为这首歌比较有年代感 发挥不好就会显得土 而这组表演让人觉得眼睛在米兰时装中 耳朵在城乡结合部 看着他们的表演 有种让人身处美式乡村俱乐部的感觉 美式复古简直是为庆龄量身定做的 庆龄又奶又拽 舞蹈很有力量 表情管理也很到位 同样是耍帅 庆龄就让人觉得很清爽 不油腻 整个舞台就让人很享受 大眼这个路人也想要去给庆龄撑腰了 这组能呈现出这样的舞台也是很不容易了 因为这组有两个大窝口 跳舞都是他们不擅长的地方 为了完成舞台 蒋顿豪每次跳舞前都要吃保护关节的药 刘亦云还和他们玩一个丑舞俱乐部的游戏来激发他们跳舞 这个游戏把全场都带疯了 创造营突然出现反祖人传人现象 偶像包袱扔一地 你确定这不是人类驯化四肢的实录 此情此景也太像商场里的充气人偶了 第五子是原创组顶峰 这组真的是费金嗓子的组 太糟了 这组把男团说唱变成了一个包一子 奥斯卡舞台表现力没得说 台风炸裂气势十足 rap实力一直被低估的曾寒江 这次也顶了上来 林默虽然是第一次说唱 但他的部分也是这个表演的特别存在 很帅气很炸的舞台 加上一些调皮的元素 就连邻近也说林默很别致 最漂亮的还是刘章的副歌部分 此写的太好了 自立行间漂亮反击一直黑他的人 也展现了自己不服输的态度 副歌把整组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原地炸裂 总体来说 第二次公演 学员们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有的学员选到适合自己的舞台 充分发挥优势 有的学员虽然专业不对口 但也是在努力学习 带来的表演让人刮目相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